早上起来吃完早饭继续出发 今天去海口逛一下 然后晚上应该就能到万宁 海南这边还有广东那边 早上起来地上都是湿的 开始还以为昨天晚上下过雨 然后才发现它原来就是这样潮湿的天气 现在去酒店前面那个高楼民宿 现在就到万宁了 万宁 这海岸现在也太漂亮了 刚才大堵车 躲了差不多快半个多小时 半个小时 这儿冲浪的人特别多 你往下拍 刚刚就看到有的人骑着电动车带着冲浪 这车直接都开到这 要不咱就开到这儿休息一下 可以 玩一会 我直接把车开到沙滩上 还可以跑车来 好 每晚 capt intensive collide 闭 buld 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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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刚开到日月湾 这会儿先回酒店吧 就玩了一下沙滩 到万宁了 哎呀 今天住这个是599 它是两个床 关键是有排景 哇 漂亮 不错 是融创在这开发的一个楼盘 一个公寓 那这一个 那一个 是不是啊 你过来看 看 这一个 还有一个 对 这小孩住的 哦 对 两个床 妈妈 过来吧 给你开机玩意 那有两个床 这床拿来看 这是你们俩睡的 这是我睡的 好好好 那你就睡着了 那个祖民苏还可以 哇 这确实可以 599 不错 如果是正对海的话 就会估计更贵了 正对海一块一千多 准备在这里 吃个火锅 看这有没有卖菜的 刚搜了一下 这附近还没有 卖菜的 卖菜在很远的地方 还要出这个岛 十几公里面 而且一块刚好走车呢 这有超市 我就说这么大小区 超市在没有 但是这个便利店 买了一些火锅料 还有一次性两块 前面还有买菜的 哈哈哈 以后再买一点生鲜 这底下啊 便利店 啥都有 还有那个 快递 应该有人在这 转租或者偿 哦 收快递 这家是个生鲜店 生鲜店 看有啥菜 看有啥菜 还有我们就来吃的那个面 两天都吃这么多饭了 赶紧挑点菜 叠火锅 只有一些蔬菜了 没有 豆腐之类的 也没有粉蛋 你要有这儿有吗 肉 肉 还有肉多少钱 一共58块钱 买一个 总菜鸡蛋下来就吃 然后想买三煎一面 你都没有 采购完了回家吃火锅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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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买菜的时候 有一对夫妻也是住两天 然后他们在买菜自己做吧 真的是准备了火锅 准备在阳台吃 然后 看着外面的海景 自带了插板 和小锅 好了 后面就是大海 快吃火锅 万宁日夜湾 这我看也就是 非常偏僻的一个小镇 然后开发的这楼盘 他还在一个小等 买菜都不太方便 自家就是有个这好处 还可以自己带个锅 吃火锅 泡面呀 吃泡面 然后我再把这些 肉一解决 还有牛肉卷 看着海景吃着火锅 太美了 应该中午 天亮的时候再吃 那时候看海是蓝的 特别漂亮 现在天黑也看不见海了 哈喊这次赚美了 去了好几个地方 几年把几年都没浪过的地方都浪了 浪面 大家都叫好 我真的太有感觉了 放得好 空着如果投了 股上巢 牢子 可以 还当 door gov 还要唱歌 那边 晚上吃完饭 来海边转一下 这还有唱歌的 太热了 海边生活太惬意了 吹着海风 唱着小歌 我们下午过来的时候没走这条路 然后刚才听到歌声 后来 他发现这里还挺繁华的 小吃的唱歌的 还有卖烟花的 好热闹 哇又有人放烟花 加特连 加特连是火爆 火爆全国 我们就在那边住了 晚上在沙滩边转一转 这边是一个渔叶池 这个海边听着歌 爱情 无公